各位听众晚安 欢迎来到毛毛茸茸的说书时间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墨尔格街的凶杀爱 那年的整个春天和一小段夏天 我都在巴黎度过 就在那时 无认识和摄瓦利IC奥古斯特渡兵 他是位年轻的绅士 有显赫的出身 但最后家道中落 靠着剩下家产勉强度日 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阅读 我们初次见面 就在蒙马特街上 一间偏僻的小图书馆 当时我在找一本书 后脚他也要找这本书 于是我们就想是 亭里每次和他聊天 总会被他这种想象类感染 最终我们决定 在巴黎租一间房子共同居住 就在那时巴黎发生了一件大事 法庭管报上刊登了一则 离奇命案的报道 以下就是报道中摘录的主要内容 报道一 今日凌晨三点左右 圣洛克区墨格街的一栋房子 传出尖叫声下行附近居民 这传 叫声来自 埃斯巴奈尔太太和他女儿 卡米尔埃斯巴奈尔支柱大楼 警方表示 抵达一楼时 还可以听到楼上传出激烈争吵声 但到二楼时 声音争吵声就已经结束了 屋内一片寂静 就在寻找埃斯巴奈尔母女的过程中 发现四楼有一间被反锁的房间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不禁被房中害人的景象吓呆了 房里异常凌乱 家具全毁 床子生下空床架 床天被丢在地板正中央 房里始终一直张椅子上 沾有血迹的刮胡刀 在壁炉上能看到两三桌 被连根扯下来的灰色毛发 很显然是人的头发 地板上有四枚拿破仑头像的金币 一只黄宝式耳环 三只阿尔吉尔大银汤匙 还有装满四千法郎金币袋子 一个错 抽屉被打开的衣柜就在抢脚 东西被拿走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有 警方检查烟囱时 竟发现埃斯巴奈尔小姐 被倒塞在狭小的烟囱孔里 她被塞得很深 只能从她头部使劲将身体拖出来 还有余温 但验尸人员发现 她有多处擦伤 显然是强行塞进和拖出烟囱石所导致的 从瘀伤和凹陷的指甲印 可以判断 死者明显是被人掐死的 尽管远景仔细全面搜查了整个房间 仍没有发现埃斯巴奈尔太太 最后终于在大楼后房庭院找到她的尸体 她的喉咙完全被割断 抬尸体时才发现了头颅与身体分离 整个身躯血肉模糊 到目前为止 这整起命案仍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天 同家报纸上又对命案进行更详细的报道 以下为警方援谈相关人员的证词 烟商皮尔埃莫罗 最近四年中她提供埃斯巴奈尔太太许多烟囚和笔烟 她表示原子的房子原属于埃斯巴奈尔太太 之前一位珠宝商曾承租 不过因为珠宝商又把这楼其他房间给别人 埃斯巴奈尔太太于是决定搬回来自己住 并拒绝承租给其他租户 房间的白叶窗很少开启 屋后的白叶窗则从来没有开过 不过四楼上屋后那间大房间的白叶窗 却是一直开启的 警察 屋中的尖叫声持续到开门随即停止 这尖叫声似乎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 当正人爬到一楼时 又听到两人愤怒争吵的声音 声音非常大 兄弟人声音粗哑 不是女人的声音 不过从他说该死见鬼这几个词上 听得出这是一个法国人 另外一个声音非常尖锐 可能有些奇怪 是个外国人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可能是西班牙语 无法肯定是男性还是女性 死者的邻居 银器工匠亨利·迪瓦尔 正人是当晚一起进入房间的其中一人 但正人并不确定 那个发出尖锐声音的人是法国人 他认为应该是意大利人 虽然正人不懂意大利语 但他确信那语调听起来是意大利文 正人同样不能确定 发出这声音的人是男是女 正人和艾斯巴奈亚母语都认识 所以他肯定这声音并不是他母女任何人发出来的 餐厅老板 海登 欧登海默 这个人是荷兰人不会说法语 所以调查是通过翻译完成的 案发时他正从屋外经过 听到尖叫声持续约十分钟左右 听上去极其痛苦 他认为屋内发出尖锐声音的那个人 肯定是法国人 而且是男人 但没听清楚对方说什么 这个人声音很大很快 调比不平均 带着恐惧和愤怒 声音极其尖锐和刺耳 而另外一个声音粗哑的人 则说了两次该死见鬼 和一次我的天哪 银行家朱尔 米尼亚尔 正人是银行老板 老米尼亚尔的儿子 在案发前三天 老太太第一次亲自来银行 提出大约4000法郎 全有金币支付 银行还请了一名职员 把老太太护送回家 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 正人就是那天 护送艾兹巴奈亚太太 回去的银行职员 当天中午他送老太太回去 并没有看见当时 街上有任何人 裁缝师威廉伯德 正人是当晚进入房间中的 其中一人 他是英国人 在巴黎已经居住两年 正人肯定那发出 粗雅声音的是法国人 他非常清楚地听见对方说出 该死我的天哪 当时他还听到了几个人 互相扭打声音 而那个人有着尖锐的声音 说话比声音粗雅的那位 还要大声 正人认为 这个人一定不是英国人 他觉得对方应该是德国人 尽管他不懂德语 另外正人认为 这个声音 有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兵当业者加西奥 正人原籍西班牙 在莫格街上居住 当晚他也进到了屋子里 因为太极张 没有和其他人一起上楼 他认为 那个声音粗雅的人 一定是法国人 不过他没有听懂 对方说了什么 而另外一个声音尖锐的人 他认为那一定是英国人 但正人自己不懂英文 他之所以判断是根据 口音和腔调 法医指出 凶手可能是一个 强而有力的男性 而且手持木棍或铁条或椅子 等大型盾器作为凶器 否则死者如此严重的伤痕 如此严重的伤痕很难解释 凶手必然是男性 因为假如凶手是女性 则他使用大型盾器 击打受害人 也不太可能让死者身上 有如此严重的伤痕 死者的喉咙明显是 被锋利凶器划破 这一凶器很可能是刮胡刀 由于警方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因此他们不能控告阿道夫勒本 也就是护送老太太回家的银行职员 不过他们还是收押了 这位银行小职员 看完报道后 杜斌否定了警方的调查方法 他认为 我们应该自己亲身去调查 这一谋杀案 否则就无法确认 我们对案情的真实看法 警察局居先生和杜斌认识 于是我们便顺利拿到了 进入命案的许可证 抵达默格街时已经是傍晚 这是一栋非常充满巴黎风的住宅 上楼后 找到了四楼那间 发现艾斯巴奈亚小姐尸体的屋子 两位被害人的尸体人放在那里 房间中的环境仍是凌乱的状态 杜斌非常此兴地看了两具实体和房间中的所有东西 包括其他房间和后院 回家途中 杜斌又走进了一家日报社 并在那里 驻足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离开 杜斌问我对此案现场有什么看法 所以开始了自己的分析 为什么警方会认为本案无从着手 因为他们伤脑筋的是 本案似乎没有任何犯罪动机 或者应该说 无法理解凶手 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杀掉被害者 除此之外 警方的另一个难题是 凶手到底是怎么逃跑的 房间为什么这么凌乱 艾斯巴奈亚小姐 为什么又被塞在烟囱孔道中呢 杜斌说 以我的眼光看 在这一案件中 警方有一个非常严重 也相当常见的错误 那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思考 本案的本质是简单而不寻常 还是复杂而难以理解 想要正确地推理一件事情 就必须从根本进行思考 否则我们只会被一般思路所套牢 而无法发现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们首先 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 不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完全听傻了 当杜斌告诉我 他已经厘清案情时 我惊讶地不知该说什么 杜斌一边往我们所住的房间望去 一边去说 我在等一个人 或许他不是那个凶残凶手 但他一定和这床谋杀案脱不了关系 如果他来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留住他 但我又需要有把手枪 如果必要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到时候要做什么吧 我假装镇定地接过了杜斌给我的手枪 但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或者我根本不敢相信的是真的 杜斌接着自言自语 这床谋杀案的凶手 正是证人 那些在上楼前所听到正在争吵两个人 你难道没有从众人谈到这场 争吵生的证词中 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吗 我对杜斌说 这些证词中 我发现几乎所有证人都认同 那个声音粗哑人应该是法国人 但是那个有声音尖锐的人 说法却各异 根本不能判断他是哪国人 你说得不错 但你有想过 为什么这么多证人 对那个声音尖锐人说法各异吗 我感到不寻常的地方是 不是人们不能确定他是哪国人 而是在这些人中 既然有意大利人 英国人 西班牙人 荷兰人 甚至法国人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凶手是外国人 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确定凶手和自己的国籍不同 他们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来指证凶手所说的语言 这难道不奇怪吗 假如你不懂A国语言 那你会确定凶手所说的正是A国语言 而且认定凶手就是A国人吗 警察证人是法国人 可他说他自己没有听懂凶手在说什么 但是认为凶手所说的应该是西班牙文 蔡丁老板是荷兰人 但是他不会讲法语的情况下 认定那个声音尖锐人是法国人 要注意他自己不会说法语 可是他的证词是透过翻译完成的 裁缝师是英国人 他认为凶手应该是德国人 可是他自己完全听不懂德文 冰藏业者是西班牙人 并且很肯定凶手是英国人 与前面证人一样他自己不懂英文 只能根据对方口音做出判断 这些只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凶手有一种诡异的不寻常口音 不然为什么从欧洲四面八方来 证人都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口音 当然你可以说凶手的口音是亚洲的或非洲的 可是你也很清楚 在巴黎并没有很多亚洲人和非洲人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排除 凶手是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可能性 不过我想你应该注意到这三点 首先其中的一个证人说这个声音 与其说是尖锐不如说刺耳 其次 这有两个证人指出 凶手的音调是其促且不平均的 最后所有证人都不知道凶手到底说了什么 他没有清楚听到凶手说了任何一个字或词 这是十分不寻常的 所以我才要在现场 在四楼房间进行更进一步的搜查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但是在众人准备上楼梯时本案的凶手仍在案发的四楼大房间中 或者是那个大房间相连的小房间中 因此凶手逃跑的出口就在这两个房间可能的出口 在这之前警方已经对待两个房间进行全面搜查 如果真的存在秘密出口他们已经早就发现了 烟囱是可能逃离了路径 但这烟囱至少有两三米高 或许能被凶手利用 从而逃避众人的搜查 但是烟囱的宽度非常狭窄 几乎连一只大猫都挤不进去 去掉秘密出口烟囱 能逃的只剩下窗户了 小房间窗户与街道对着 所以凶手如果从这里逃跑的话 一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 也就是说凶手逃跑的 一定是从后面大房间中的窗户 这大房间中有两个窗户 其中一个没有被家具挡住 很容易就看得见 而另外一个下半部则已被钉死了 大概没有什么人能打开它 就是因为这样警方才会认定 凶手是不可能从这两个房间中逃出的 于是他们没有把钉子去掉 把窗户打开认真检查一下 在这个窗框中一定藏了某种团皇装置 只有这样才能可能出现凶手逃离窗 后又恢复回到原本紧密状态 这个想法经过我仔细检查后得到证实 银行弹簧很快就被我找到了 试想如果凶手是从这个窗户逃走的 再将窗框拉下 那么弹簧必然自动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此窗的钉子已经受到破坏 所以凶手一定不是从这个窗户逃走的 既然凶手不是从这个窗户逃走的 那么一定是从另外一个 这两个窗户应该有一样的弹簧装置 如果不同的话 唯一可能是他们的钉子样式不同或钉法不同 我想问题一定是出在这个窗户的钉子 从表面上它和先前那个窗户的钉子样式并没有不同 当我用手去拨那钉子时 它是断裂且松动的 只有部分钉身仍在钉孔里 其余的钉身和钉头已经脱落 这个钉子在很久以前变形断了 只是这颗钉子又被敲出窗框顶部的最上眼 因此好像人钉死在里面没有脱落而已 我将弹簧装置压了一下 那颗出现在问题的 那颗出现问题的钉子仍然没有脱落 它能够与窗框一起升高 再把窗户关好 这颗钉子看上去上 这颗钉子看上去就跟牢牢钉死没有动过一样 这就是凶手逃跑的地方 今晚故事在这里告一段落 究竟凶手是谁 杀人动机是什么 我们将在下集继续 这里是毛茸茸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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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